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 这个美股大跌 跌到断链 断链就是暂停交易 台股也受影响 那我们今天不讲股市 我们又不是财经节目 我们谈说新冠病毒 对大家带来的心理层面影响 其实非常的严重 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 那很多的医生说 你晚上睡不着觉 身体变差 反而对身体不好 反而会被病毒影响 那我们常常做一些 自我保护的措施 比如说最基本的 带口哨 洗手 等等等等 然后有人吃中药 我最近也是试图买了 什么黄芪 买了枸杞 还有买了红枣下去 最近这一铁药 很多人在吃 很多人在喝 但是我们只能自我保护很多方式 包括吃的东西 包括你去让自己的身体 你的免疫力增强 我们今天要谈就是 我自己也练很久的 这个气功 我也是在梅门练气功 我在刚刚在 这个出来 出发在录音之前呢 我还刚练了三十分钟的平帅功 我已经练了快二十年了 我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我的老朋友 就是梅门的 饶怀音阿音师姐来现场 哈喽 欢迎你好 大家好 很开心上我们的师辰师兄的节目 是 你第一次上我节目 对呀 我们认识二十年了 2001年到现在 哇 拍水拍水 终于上了 以后有机会 我跟你讲 我们其实 华音师姐 我们从来 我们气功 或是吃的因素 这样保护自己 我们不谈什么什么疗效的问题 我们先讲吃好了 我记得 气功分成好几派 那我们梅门 这个刘峰山师傅 是说我们 尽量要吃素 那吃的是奶淡素 为什么要吃奶淡素 而且要吃素 是 我们最早期是吃奶淡素 那后来因为这个 那个动物的关系 有些鸡呢 它生这个蛋了 它本身那个鸡的母体 就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现在也不吃奶淡素 连奶淡我们现在 都不太畅导了 吃纯素 就纯素了 对 OK 所以现在吃纯素 对 有人说吃纯素 会 感觉上会营养不够 您的了解 吃纯素营养不够 这是个迷思 重点是 看您是怎么样 去选择食材 以及您在 烹调烹煮的方式是什么 只要能够 食材好 然后呢 过程 我们整个制作的过程都对的 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有爱心 还有爱心 当然要做一个让人有能量的食物 就是用心 对 对 那这些过程都具足的话呢 哇 这个不但不会营养不良 反而它的营养是爆表的 真的 哎呀 它是加倍的 我记得我们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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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样的食物是我们营养均衡的 就是用五个颜色 就代表五行 那五行就常在五个颜色 用这样的一个理解 我们全部的身体需要的营养素 它都具足 都会具备 那我们身体我们知道 最重要的是五脏 五脏六腑 干心脾肺肾 那干心脾肺肾 它就各代表五个颜色 对 青翅黄白黑 也就是 这五个颜色的食物是天然的 它原来的长的颜色 就是那个颜色 那只要能够均衡的去摄取 这五种颜色 它就分别去补到 你的干心脾肺肾 那很准的 你看春天是属绿色 绿色 绿色食物 绿色食物 对 你只要多吃青菜啦 这一些 那在春天的时候 你就补到你的干了 那比如说像心脏 它就是红色 像火龙果啦 这些东西呢 都是 像还有这个番茄 都是红色的天然的代表 你只要好好的去烹调它 这时候呢 就补到你的心脏了 就依此类推 所以 我们身体哪个地方弱 那个地方是属于什么颜色 的那样的一个原始的食物呢 你就要稍微多吃一点 那配合季节性 我们讲的 尤其中国人嘛 最注重十二节气啦 然后还有配合这个食令 那配合食令 什么样的季节 产生什么样的食物 就表示在那个时刻的人体 是最需要那样的一个养分 了解 所以各式各样的 这些养生观念呢 我们具足了 然后放在我们的烹调里头 那烹调要注重五个字 五个字 我们李峰山师傅 这个非常的简单的 他就告诉大家 色香味化痒 色香味 然后后面两个字是什么 化跟痒 化跟痒 对就是再加上两个字 就是化跟痒 一般来讲 我们烹调食物 就是三个字嘛 色香味 对 那我们师傅呢 强调除了这三个字以外呢 还要具备好消化 消化的化 的化 然后这个字 以至于达到养生的效果 那个痒 对 这是色香味化 消化的化 养生的痒 对 所以当你不是 特别有对食物研究啦 或者营养学的研究 您就去抓准 每一餐 就五个颜色巨足 你的养分绝对没有问题 那当然在烹调 有很大的学问 怎么样能够达到 这个化力 就是好消化的那个化 对 就是很注重 我们梅门在烹调食物的时候 很注重刀工跟火候 你知道吗 你别说 你说素食 我看我们梅门那些师兄 哇 那个刀工真的一流 那个切起来那就是大师傅的功力 对不对 为什么刀工要注重呢 一般你知道吗 对 爱因斯姐 我常常去吃那个自助餐 他那个光的高丽菜 嗯 我就受不了 人家那个刀工会这样子切的比较细思干嘛 他那个一块一块好大一块 听说那个是人家不是买高丽菜 是买切好的高丽菜过来 然后把它就煮熟了给你吃 对不对 对对 感觉呢 吃一整片高丽菜 感觉吃得很 很不道 很不地道 对 对 对 所以烹调食物哦 这个是最能够去发挥爱心的时候 真的 对 你要怎么样从头到 把那个到尾 把那个菜呢 端上桌 那整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就是修行 你怎么样把一个用心呢 去诚信给你所关心的人 真的 是的 因为你吃的不只是 不只是说我卖东西给你吃 而是你吃到的是我的用心 用心 你吃下去 你的内心也会感受到 然后对你的身体也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对 是的 尤其民以食为天嘛 不论你是不是知道 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 但是这个吃是每个人都要吃的 只要有生命的一天 你每天哪一天三餐 所以怎么样吃 能够吃出健康 能够让你吃到养生的效果 这个我们一定都要学 黄芸师姐 你吃素吃多久了 哦 我跟着师傅29年 所以吃了29年了 当初你是吃荤的啊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怎么样去 因为大家有人吃吃荤的 怎么样就说 如果你想吃素的话 怎么样去进化呢 就是怎么样从吃荤的变成吃素 有人说 没有肉 糟糕了 尤其青少年 我们梅梅小师兄 小师姐也是都吃素啊 对不对 对都吃素 所以他们好像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发育感 怎么样去进入那个阶段呢 哎呀 这个问题太好了 真的吗 哎呀 真是的 谢谢黄芸师姐 我们都没有经过设计 你说 因为很多人哦 他听到吃素呢 他觉得他就那个退避三射 他就不太想要去接触 往下接触了 所以我们一刚开始 劝人家不太说 哎 你马上要吃素 我们会 我们会跟他讲 吃素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先吃荤的 先什么 先不要吃 是不是 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你就先练吧 因为我们 这个身心灵的这种锻炼方式 李凤山师傅很多 很多套嘛 那在这个 循序渐进 刚开始练习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强化 你要怎么样 按照规格练 那每天 是不是有固定的去练习 各方面 只要他愿意天天练哦 就上了这一船了 怎么说呢 就像你这样 对 29年 然后越练越勤快 对 会自然的 会把身体不舒服的 不干净的 然后这些 浊气 晦气 病气 透过锻炼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排出体外 了解 那这么 那么一来 你身体就会越来越干净嘛 那越来越干净 你闻到 那个食物 它的原始的味道 就会很准 比如说这个食物呢 它 是有 那个 比较属于那种 荤腥的食物 或者它不是那么 新鲜的食物 你一吃到嘴里 突然 以前吃 觉得很香 你怎么会 现在吃的 觉得会有一点 这个味道不是那么好闻 才知道原来它是调味料 加到各种的调味料 把它盖住它原来的味道 但是呢 你练功啊 练到一段时间之后 是骗不了人的 你一吃就发现 这不对 所以不干净的食物啊 然后呢 味道 有浊气比较重的食物 你慢慢就不太 不太会想吃 那那么呢 你就会远离 这个肉类就是这个部分 你就会远离肉类 我知道 华英师姐 因为练气功吃素很久 我记得 华英师姐 你只要有那种 喜欢吃大五婚的人 经过身边 你那个味道就受不了 对不对 他吃什么样的东西 我都知道 所以骗不了人的 对 没有我觉得 你练完气功 练完气功 其实你的感觉会 会蛮敏感 会敏感 对对你的眼耳鼻舌身 你都会蛮敏的 就像一张纸嘛 越来越变成白色 低任何的颜色 你都会看得到 你如果你的纸是 慢慢变成黑色的话 你低任何颜色 你是感觉不到 你知道吃素 现在也是全世界一种趋势 吃素有分好几种 一种是为了宗教 对 一种是为了健康 一种是为了环保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说养 很多人说养了牲畜之后 那个牲畜所排放的东西 跟它饲养过程中 所制造的污染 其实很多的环保人士说 我们当然都要吃素 而且他们认为 吃素对身体的健康 也都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趋势 趋势 对对对 大凡我们看得到的现象 跟看不到的现象 我们都要去尊重 要去敬畏它 那看得到的就是健康方面 对 这是很具体的嘛 什么东西是对身体是好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养生观念 那看不到的就是所谓的养德 养德 养德 养我们的道德 养我们对万事万物 那一份关照的德行 好 说到养德 这个话题可能还要讲一阵子 所以我们先广告一下再回来 哈喽 欢迎回到郑文豪市城 我是郑市城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 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也是非常资深的朋友 虽然他很年轻 就是媒门的 然后欢迎师姐来到现场 谈谈怎么样保护自己 现在新冠病毒影响 大家想办法保护自己 吃中药 吃一些什么药品 然后戴口罩 但是我觉得人基本上有 基本的防御能力 我们其实 欢迎师姐生出来以后 我们都会破坏她 我举个例子 我进了媒门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呼吸 小时候是顺势呼吸 后来长大以后就坏习惯 就用胸式呼吸 现在就是练气功 就改成顺势呼吸 然后可以 就是按照气功的原理 可以按摩脏器 怎么会 欢迎师姐也不懂 为什么很好的呼吸 最后长大会改变呢 对 因为人容易快速 他想要求快 对 所以到胸部就让他出来了 大部分的人 跟个性有关 真的 对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很急 很急躁 对 然后没有耐性 连呼吸都很急躁 对 那自然久而久之 他的气就越来越上头 就越来越浅 对 就是本来是在肚子 小孩子你看那个肚子鼓鼓的 对 他的气都是在肚子的 是啊 然后呢 慢慢就往上走了 是 走到我们的肠胃 然后再走到我们的胸部 再走到我们的喉咙 然后最后一口气上不来 三寸气 短人就乌乎哀哉了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变短的 就这样 慢慢往上走 因为太就是改变个性 这是重点 所以气长非常重要 对 其实我进就是练气功 进美美练气功之前 我是气也是短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美美有个吐纳 有时候吐纳 就是你举手以后 然后慢慢呼吸吐气 有时候那个吐纳 光那个举手的过程啊 你还要经过休息站 因为一下就吐完了 对不对 一下就吸完 可是后来你就可以 整个过程 你不但可以整个完成 而且你到了点之后 你还有还有时间 可以再继续吸 或继续吐 对不对 那身体就是 我们美美讲 细漫长云 对 对不对 就是气非常重要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是第一个 要练气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德的问题 对好的 所以练气非常 就是让你自己的气 变成非常的 细漫长云 对不对 对 我们人就是气象 都活在气象 你今天气色不错 对哦 今天天气怎么样 天气不错 你每天都在讲这个气 对 那回到我们的身体来讲 气就是生命嘛 你没有气 没有所谓的 我们的呼吸作用 就是我们的气 是 你没有了呼吸 你就没有了生命了 对 所以气跟我们的人呢 是完全是最贴近的 息息相关 我记得李凤山师傅 常常在听他上课 他说 他说佛陀在 那个菩提树下 就恍然大悟 人就是一呼一息之间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在呼吸之间 怎么样 好好的去吸气 好好的去吐气 然后把吸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调到非常的缓和 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让你身体最 可以恢复 就是会让你的身体 恢复像小说那样一个 最大因素 对 恢复像小孩子这样子 自然体 我们讲自然体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让你的心情 能够平稳下来 我们常说 把呼吸 深呼吸 调匀 呼吸调匀 不要气 不要气 调匀 对对对 吸气吐气 这就是最直接的 我们大家都懂 只要把呼吸调顺了 吸气吐气能够调匀了 你的心情 你的情绪 自然就能够稳定下来 所以都懂做不到 所以这个也是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 那做到就是有方法的 有入门 就靠我们的这个平甩 锻炼法 靠这个平甩 你好好的练 就能够把这个呼吸呢 能够训练它 让它慢慢的就能够细满长云 所以呼吸非常重要 呼吸非常重要 最简单的东西对身体最好 对不对 最直接的 最简单的对身体是最好 所以最简单的东西 要把它练到好 那就不简单 不容易 你说胸式呼吸 要变成负式呼吸 有人说 你怎么变成负式呼吸 我教他们 他一下子学不来 对不对 没那么简单 而且你会说 胸式呼吸变负式呼吸 然后就可以马上改 刚刚怀音师姐谈到一个重点 我们从负式呼吸 改到最后 这个呼吸既短又浅 那也是好长一阵子 对不对 越来越浅 对 其实人体 它对我们很好 你看我们一辈子 这样用我们的身体 他是到最后几十年了 他撑不住他才生病 真的 那个肿瘤也是一样 刚开始酝酿的时候 他都不会给你发 到最后也是酝酿了几十年 结果呢 他那个爆发了 所以身体已经对我们很好了 他一直在撑着 主人主人 你请你不要再继续的强害你自己 用不对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去把我的身体 把很多的功能受到阻碍 他一直不断的去跟我们身体呐喊 他会有警报器的 但是呢 我们会忽略掉这个警报 对 比如说你会 身体会哪里酸 哪里疼 哪里脏 或是哪 或者头会晕眩 或者怎么样 这些都是警报器 要开始重视自己的健康 对啊 身体就是说 按照医学的说法 就是说身体本来免疫力很强的 那个癌细胞都在 可是它没办法发展 可是到后来呢 本来是正义的 正义的大军 后来正义的大军 越来越偷懒 然后呢 这个那些邪恶的癌细胞就慢慢起来了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 比如说我们炼气功让自己的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炼气功从来也不是致病 它让身体的免疫力增强 增强免疫力 从来不是致病这个回事 对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反正各种方式 让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够增强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刚刚这个 环境师也特别讲到 养德这件事情 是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 李峰山师傅常讲说 你如果要 这个恢复身体健康啊 除了炼气功了啊 除了吃素之外 还有个 就是 你要做好事 要做好事 对不对 要做好事 对 很多时候 为什么恢复身体健康要做好事 这个是 怎么这是宗教的事情吗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进入到宗教的领域 这都是歧视 他是最原始的 我们人呢 本来就是有一个叫做悲悯心 悲悯之心 对 怜悯心 对 恻隐之心 这些都是我们 每一个人 只要你是人 你一定会会具足的 那这个具足呢 如何把它放大 那放大呢 最简单来讲 就是替别人着想 OK 我们 很不容 就是很不自觉的 很不自觉 很不自觉的 那个 碰到热的东西 你反射动作 你就会把手拿开 是 那你碰到不舒服的东西呢 你很不自觉的 你就会怎么样 反射作用 你就会想要把它骂回去 对 或者是 想要保护自己啦 然后自己就觉得不想理他 而且 想要逃避 怀疑我插一下嘴 你看到残障的人 会多看两眼 那对他就造成个心理的伤害 我举个例子 是的 我有一次痛风 然后经过一个餐厅干嘛 那时候很多年前 那个经理多看我两眼 我实在很想跟他讲 我说如果真的是残障人士 你已经伤害到我了 后来就算了 就说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没有办法用同理心 你不能再多看他第三眼 我干嘛 你的眼睛对他已经造成伤害了 我不是残障人士 我就觉得你这样看 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了 更何况是 如果真是残障之人 所以那种同理心非常重要 同理心 对 同理心 对 所以 同理心是需要训练的 因为 这个 就刚刚讲的反射动作 人保护自己是比较快的 对一些 不喜欢的东西 好奇的东西 就会多看两眼 或者是呢 觉得就是会有批评的感觉 就马上上去 这些全部都是 人呢 对自我的保护 满足自己 当下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怎么样去替 别人着想 以至于去替 万事万物着想 嗯 那就会懂得怎么样叫做 尊重生命 嗯 那尊重生命的感觉 你一旦启动 刚讲到这个肉类的东西 你不会想要吃他的身体啊 因为他生命 对活得好好的 对啊 让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物链 我们有我们自己可以吃的东西啊 那植物啦 你看这么多片梯都是黄金 那怎么样去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就是这八个字 嗯 第一个就是尊重 尊重 对 第二个就是亲民 亲民 对 第三个呢 就是正义 正义 第四个就是觉醒 嗯 对我们要好好的在这几个字上面下功夫 这是我们 李凤山师傅给我们的心法 嗯 从尊重开始 到最后人人都走向觉醒 嗯 所以以其晚上睡觉担心 新冠病毒会侵入 不如想一些正面的事情 是 想帮别人多着想 嗯 对不对 这个反而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 嗯 我们常常想说 其实科学家做个研究 你在想什么 你身体自然会反映什么 会 对 所以自己要小心 嗯 对不对 是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重要 嗯 你去养你的恐惧的心 你的恐惧就会不断的变大 真的 你去养你的人死的心 你的人死的这种能量 那就会不断的 去观照你的身边 嗯 嗯 真的这个非常重要 嗯 不要 哎 这个是你们练气功的讲法 我觉得真的是 有些 有些到大家会 心里面 如果状态轻松 状态替别人着想 身体会变健康 对 就会变健康 所以养德非常重要 养德是 其实是根本 嗯 对 最重要的 嗯 我们所有的练气功 练呼吸 还有吃 呃素食 都是在帮助我们养德 嗯 把那个德性养出来 那个人的气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们今天就说你怎么样自我保护 很多种方法 那自己身体怎么样去自我锻炼 那身体的部分啊包括心的部分 嗯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包括这个气的部分 就是很多东西你不只是说 诶 我就是用外在的形式弄个口罩啊 然后当然这个非常重要 常洗手 这非常重要 可是身体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免疫能力 这个也非常好 免疫能力不只是吃啊或是动 干嘛 那个心也非常重要 心 好 我们稍微继续回答我们正午好时辰 看透新闻神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正师长 铁口之段 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正师长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这个美门的大师姐 然后欢迎师姐来到现场 我们谈 今天谈的 不是什么疗效 不是什么 谈自我保护 谈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和平共处 谈我们在用了这个地球 用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这样怎么样浪费资源 浪费资源 结果有时候叫大自然反扑 有时候 这种新冠病毒 有时候 他们说新冠病毒是大陆 因为那个武汉 这个市场 吃了去买那个野生动物干嘛 我说 我说很多东西 这个不要 不要不相信大自然的反扑 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跟 人类可以互相和平共处 我们可以跟生物和平共处 我们也可以跟病毒和平共处 但如果你把自己的整个环境破坏掉 然后病毒开始变种 然后开始壮大 我觉得这个东西 人类自己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 对不对 对 他一定要反省 一定要反省 任何东西 他都是会 都是有因跟果 对 你不要一直在果上面 觉得哎呀 自己现在很可怜 然后一直被这个病毒侵害 对 你要去追溯到源头 对 就像你讲的 这个病毒 它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个天下的万事万物 包括那些微生物 它的存在一定都有它的道理 好 那我们不要去破坏它的 那个生存的 不要让它变种 不要让它开始侵害人类 对 所以那个因就是在于 我们必须要找到 我们自己到底怎么了 然后以至于 对 现在发生这么大的 大环境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去追溯到 我们自己自我内心 我们的惯性 我们的习性 还有我们呢 是不是满足自己 什么样的一个欲望 在这个上头呢 我们产生了对自己 反思的价值 然后去改变我们自己 这样子 我们这一趟疫情 来这么一下 它就产生了 它的作用 对 要不然这个 有一个疫苗就好了 这个发明出来 然后大家喝一喝就好了 吃一吃就好 或打一打就好 这像话吗 这不像话的 因为你没有反省到吗 而且 原来的根本没有改变 而且当疫苗出来之后 新冠不再受影响 大家所有的 这个地球人 回归原点 开始 该怎么吃 该怎么玩 该怎么破坏地球 继续搞 对不对 习性还是来 对于这样子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们这个疫情 是能够平复的 对啊 而且你看嘛 我们在2003年 有SARS 那后来有这个 中东护肖中 叫MERS 那现在有这个 新冠病毒 如果 我觉得 如果人类 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 好好反省自己 你以为不会有 新冠二号吗 新冠三号吗 对 会不会越来越猛 你知道 人类因为滥用 抗生素的结果 现在连 很多连 我们有时候 你身体发炎 连那种最后一线药物 叫万古霉素 都没效 就是你一直用一些疫苗或病毒来治这些东西 可是你没有回归最原始 他怎么会出来的 对他怎么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人 眼睛一闭什么都带不走 对 能带走的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活的这一辈子 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然后改变了什么 然后真正的在我们活的过程当中 确实的去改变 如果我们现在看下自己 默默是你的身体 你还活着 赶快改变 改变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饮食 改变你今天对人 对事物的方式 一切以善为处罚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 让现在这个环境 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复 也就是我们要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广播 我们把这个声音 乌远乎届的传播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 所有的人 大家都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大环境的一个力量 然后我们集体来反省 集体来反省 而且要心存心存善念 心存善念 我觉得现在人类要发展到现在 经济发展去 大家都追逐 追民逐利 然后我记得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这个横跨 横跨欧雅飞 然后你看 最后 他说他的遗言就说呢 我死了之后呢 请把我的手放在棺木外面 他说我干嘛把手放在棺木外面 他说呢 我要告诉世人 我虽然这样的一个人 最后我走了以后 我什么也带不走 我的手是空的 对 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 我常常 我以为是在省私自己 你知道这辈子 跟人家计较长短 然后在这个出个小车祸 大家互相骂 甚至斗殴 然后呢 要踩在别人头上过去 然后赚很多钱 然后我要升个经理干嘛的 就必须要把别人踩死 最后呢 最后你可以活得比较快乐吗 活得比较长久吗 最后还不是一口气没了就没了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个根本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把生命的能量 千万不能放在这上头 可是大家都放在这上头 千万不可以 像我们带小朋友上儿童舞学 他们是活蹦乱跳 这么有能量的身体 怎么样把它放在真正的 帮助他们身心灵发展 我们师父 我们李峰在师父设计那一套童子宫 这么一下来 你看 每一个孩子知理解懂道理 然后呢 文武双全 然后整个性格跟体格都棒棒的 这就是把他的元气放在对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把我们自己的元气 怎么样放在帮助人 然后呢 你要懂得帮助人 你就要先懂得怎么去帮助自己 对 然后帮助自己 好起来的那一套方法 然后去帮助人 然后不断的去跟别人分享 这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能量证用 真的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最该的 最该养成的是人格教育 是他的品格教育 最重要 可是小朋友 最缺乏就是这些 都是上课上课再上课 英数理化 英文早点练啊 然后数学早点练习啊 然后希望 你知道有时候是家长的自私心态 我女儿又考第一名 我女儿昨天哭了为什么 她这次考了第二 我听到这些话 我就觉得 她的价值观 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 对 你考了第二 那其他 就是还有二十几个是这样 是 是垃圾吗 对不对 然后有人考 有的考 有的女生考 考第二名或第三名就受不了 因为上次要考第一名 嗯 我在追 当然这个东西是 就是现代人重视 可是我觉得你追逐这个过程 你 你有没有用心 对 在让自己的人生观变得非常正确 对不对 让自己的身体去体会这个社会的真正的价值观 没有啊 是 我觉得最后 你知道小朋友呢 最会遵守交通规则 越大越不遵守 因为他都是从大人学来的 对 这就是问题啊 对对 我们大人做了不好的榜样 所以你觉得你的孩子很难教 其实你要先返求诸己 是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样的示范 让下一代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回到 对自己的自我反思 所以这是我们李峰山师傅很要求的 你做任何的事情都在自己的身上呢 先开始 我记得眉眉还有什么东令一下令嘛 就让小朋友聚在一起 然后在那边吃喝拉撒睡 全部在一起好几天嘛 对不对 对对 我觉得那个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脱离一下哦 那个他原来习惯的环境 对 对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父母亲最好先不要来看他 你就让我们好好的 我们就是四天三夜嘛 那父母亲其实也乐得开心 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把孩子送来 因为我们是暑期跟寒假嘛 就是各办一梯次而已 然后他们呢就送过来之后 然后两夫妻就去 游箱玩水 那刚好大家这个互相啊 这个各取所需 就一回来发现 家长一回来发现孩子真的不一样 四天三夜 真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一些 这个设计里头呢 就是让他团体 人员之间 孩子跟孩子之间打成一片 然后除了一起练功 知道怎么样生活 那如何呢 大家一起在这个 行驻坐卧 应对 进退 撒扫应对 全部都要学 OK 从头到尾就对 都要学 都设计在我们的游戏里头 会不会有小朋友 一开始不是 已经在那边哭得整个唱歌 一堆 我的一直 那个 叫妈妈 然后叫爸爸的 这方面的 那就有别的小孩子会劝他 我以前 上一期次 我也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到了第三天 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就不会叫爸爸妈妈了 你也要学我 他们会互相 到第五 第四天结束 我就不想回家 没有 有没有 好像有 所以小朋友 小朋友是经过一个 一些训练 不能他的相处模式 就跟爸爸妈妈 然后要什么 吵什么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孩子就是一个水 你放在什么形状 他就变成什么样的形状 是很好 很好雕塑他的 所以不用孟母三千 来参加美门 东临夏临就行了 对 那个气场环境 到美门的环境给他 对 这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身体心理养成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觉得非常重要 不要只是说用外在的形式去对抗病毒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刚刚阿姨师姐讲的一个重点是 你以为有疫苗出来 有什么样 就结束了 这一波结束了 下一波呢 更猛的来了 对啦 我说地球中有天会不见 或许太阳烧尽之前它会变大 或许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地球最后 人类会 如果会灭亡 这是把自己把自己搞的 对 绝对是咎由自取 一定是自己 所以老天爷只给你一个警告 就是自己要小心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不要 不要 不要不信邪 是 是 这种病毒 这种东西 真的 自己要对地球更友善一点 对 其实它也很科学 就是我们讲 中国人讲 一正必百邪 对 我跟我们李凤山师傅学 第一堂课就是学正 你今天练的功 你要好好的端正的站好 对 然后你在眼睛一闭的过程当中 把呼吸调匀 不急 然后再来 眼睛一张开 把姿势呢 把它摆对 那个姿势呢 就是从端正里头 去产生平衡的作用 就是心症 对不对 对 心症去带动整个动作呢 都是在平衡跟规律里头 所以只有端正呢 才能够创造平衡 才能够创造规律 那规律呢 就是带动气血循环 那气血循环 就是启动免疫力 最重要的根本 这是很科学的 非常科学 非常科学的 所以回收到它的源头 就是症 所以一症必摆邪 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那病毒靠近你 它发现你身上 都充满了正气 它就会跟你鞠躬说 对不起 我跑出 来错地方了 我跑出错地方了 对 甚至于它跑进来 它会被你同化 对 它会被你的正气同化 对 它会跟你和平共处 它是这样子 它是很科学的 真的 真的 好 我们稍微去一去 和我们正午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我的老朋友 这个梅门的绕华英师姐 来到现场 我们来谈 我们今天谈的 不是治疗什么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该做什么 未来有些事情 不要再发生 那刚刚 欢迎师姐 特别谈到心症 我有一次在梅门 看到一个小朋友 然后他说来 他要练武功 然后师姐说 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练武功 因为我是被欺负 我要打人 我要打回来 他说 我们这边 没有先教你武功 我们最后当然会学少林拳 可是我们要从气功开始练 然后他就好像不太舒服 不太爽 那我就想到说 气功就要练 练声要练心 如果你为了 就是我们常常在看过 很多功夫电影 甚至那个叶问 他说那个李小龙 李小龙跟这个师傅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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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接触过 他说 就是 李小龙那个台词说 他跟叶问学拳 他说 我看到 人家打我 我要打回去 干嘛的 然后这样子 那个起心动念就不对了 对不对 练武功的话 因为我们 那个饶恶音师姐 练气功 他也练拳了 也练剑了 他都有 对 全要学 对不对 那个饶恶音师姐 这个剑耍得非常好 可是问题是 那些东西都不是拿来打人的 对不对 不是的 对 所有的武术 我们师傅的第一堂课呢 就全讲了 然后先从气功开始 怎么样调气 然后呢 以至于呢 我们还是要学习防身 那防身呢 它的目的是在于协调 对 是人与人之间的那股 非常可贵的交流 所以太极拳一定要学 太极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阴阳和和 了解 所以太极拳之后呢 就有所谓的一些快拳 你讲刚才的少林拳 各方面 我们就学很多 拉刀枪见棍这一些 但是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主要的主因 主要的主因呢 我们要从这个武术的里头呢 去学习 你跟我之间 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呢 去动 这里面的化力 这个武术 最重要就是用那个化力 化学的化 化学的化 对 你看这个五字怎么写 就是二人止歌 二人止歌 两个人就是 不要打架了 不要杜战戈 对 那你有问题跟我有问题 有没有 当然有啦 那两个人在一起呢 就互相的互动 就把你跟我的问题 就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 武术的目的是在于 我们学习到 从肢体里面的 这种完整的开发 而后呢 去提升你的心智 然后去提升你的 这个智力 然后呢 产生更大的那种能量 然后呢 能够知道 在那个当下 你跟我之间 我们怎么样去化解 我们彼此的问题 比如说 对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 对一个情绪上面的 一个表达 掌控 对 一个掌控 都能够因为你是学武术的人 真正的练对了 然后呢 你的出现就能够化解 所有的事情该怎么样 循序渐进 那情绪的这个部分呢 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 这个一团和气 和你相处 对啊 可是近眉门 一开始练 大家觉得说 要练平甩功 大家觉得说平甩功 这么简单啊 有的七功 感觉上很花哨啊 对不对 这么多招数 然后看起来 哇好像好漂亮啊 然后 环英师姐 为什么平甩功 要这么简单 会觉得太单调 太无聊了呢 是的 这个一定要 这个越简单越好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 入门的东西呢 你如果不让它简单 你觉得会有多少人 他愿意练呢 是啊 看起来很好看 当你自己练的时候 对 你入门 我如果将你太极拳 你会疯掉 对 对 那个 撅屁股 太极拳 这个 这个如果没有一个 很清楚的入门的话 他可能会把这个 身体前行后仰 撅臀了 什么都来了 因为 光一个单边下肆 你就受不了了 对不对 身体也下不去 筋骨 筋骨也没办法柔软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一个非常单纯的方法 然后这个单纯的方法呢 它必须兼顾什么呢 它必须兼顾 中正 平衡 放松 跟规律 对 这样子的功法呢 就是真正的 可以提升 我们身体的正气 然后从这个刚刚讲 正气里面去提升 我们的免疫力 去启动它 那这样的功法呢 它又必须要简单 简单再简单 简单再简单 而淬炼出 这一招 平甩 这是我们 李凤山师傅啊 他融通各家门派 得到 各个高人的 这种争传的过程当中 然后自己又对自己 非常严格的训练 然后就怎么样呢 就创发出来 这个平甩 但这个平甩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源自于爱 OK 因为我们的师傅呢 看到 这个在那个 2003年SARS那一年 对 这个全世界 这个传染病的恐慌 那时候 那时候你们到场 刚好就在和平运的后面 正好 那时候我在那边练啊 我知道 对对对 您那时候正好来 都见证这一切 那我们不能让大家恐慌 我们希望大家远离那个恐慌 那用抗这个字呢 你是抗不完的 抗疫的抗 对对 你怎么样呢 去防范于未然 所以防疫这个 防这个字是很好的 那怎么去防范 怎么去做这个预防措施呢 就是呢 给大家都能够入手的 锻炼你的气的那个方法 所以呢 就把 我们师傅呢 就把这个上万招 因为我们师傅融通道家 这个导引 跟我们的瑜伽术啦 各方面 那里面呢 去提炼出 这一招平甩过 那这个平甩呢 这么一提炼出来 就好 我们师傅就召集 我们这些教练啊 这个第一批的 这些师兄师姐呢 就研究 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平甩传出去 从那时候呢 就办了 大型的健康甩 我们还一起传手 这个全民健康甩甩出幸福来 那再办到国际上去 全球健康甩甩出和平来 一直到现在已经传了有90多个国家了 然后呢 那个断裂的人数有300万人 至少哦 因为他会人传人 他很容易传 所以我们透过视频 很完整的去带大家 怎么样练平甩 这样的一个教学视频 因为 因为我跟你讲 对不起啊 我觉得 那个阿英师姐 今天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 因为我们的平甩工 都是免费让大家看 都是不收费的 对 你知道有的 有的到场 进去以后 那个大门伸锁 然后呢 你爸爸去练呢 不能交给妈妈 不然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 我觉得平甩工最大 我常常讲说 难怪妹妹会这样经营这么辛苦 我就是公益谱传 你想来学 我常开玩笑 我说哦 你到妹妹来到场 当然需要一些经费 可是如果你来了以后 你真的这个经费交不出来 不会把你赶出去的 完全不会 你就来练吧 对 配合你的经济条件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感人 就是大家不是 不是为了 不是为那个money 是为你的健康 是为你的想法 是是是 那我觉得平甩工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练了20年 我刚来在练过 因为平甩工真的会上这一船 就练了就一定要练 你都没有练哦 你知道我一大早出来 因为我没练 好像那天什么 什么事都没做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么说吧 华音师姐 就是你不相信平甩工 你把它当运动吧 对不对 就把它当平甩运动 对 OK你看你怎么去讲它都行 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双手 拜托拜托你自己 把你的双手摆荡起来 按照我们这个规格去摆荡 然后不要多 一个礼拜 早晚各练半个小时 实在没空 早晚各练10分钟也行 可以的话就一次半个小时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 有人在人身上 有的有的病情很严重 有的变成超级传播者 因为他身上不会感染 身体的状况不一样 当然身体状况包括很多身体的因素在内 那你如果要让自己的身体因素 好 我刚讲过 你要吃什么东西啊 或怎么样 我觉得练练运动 就把它当运动 变成增加循环的一种 一种活动也行嘛 对不对 对 我们不要 我跟你讲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谈到什么什么了不了效做的事情 让自己的身体循环变得更好 让自己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你遇到很多除了新冠之外其他病毒 你身体的抵抗力会变强嘛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不谈什么神奇的东西干嘛 谈最基本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就动起来嘛 就动起来 就动起来 而且它是这么简单 而且随时随地嘛 你什么时间你都可以甩 就要饭后半个小时 那空腹甩是最好 那老人家可以甩 小孩子可以甩 孕妇可以甩 什么地方都可以甩吗 什么地方都可以 只要是不受打搅的地方 我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有位师兄 他在那个加油站打工 他问说 加油站旁边油气能不能甩 师傅说怎么不能甩 到处嘛可以甩 对 他的简单原理就是 你每个地方 你待在那个环境 你要不要呼吸 要 如果能够让你的呼吸更好 那不是更好吗 就是这个原理 没有就是说 这么说吧 我觉得李峰峰师傅 弄这个平甩工就是 让你找不到不甩的理由 地方时间 地方也不用太大 时间也不用说 是什么 只时五时怎么样的 就是 你就甩吧 我再强调一次 当运动 如果觉得你不听音乐不行 你就听吧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我们的毛治国毛院长他说 他亲口说 他自己也练 他说平甩是地表上最简单的运动 真的 大家一定要练 越简单越会学习 对 越方便 然后你觉得没有三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十分钟 反正有机会你就甩吧 对不对 对 尤其像气功来讲 导引术啦 各家门派很多 很多 我们不是说他的效果好不好 很多也都是有效果 对 那我听到很多练家子呢 跟我们讲说 他们自己练 他们自己的功法呢 他们是天天练的 是 那一旦接触了平甩功的那一刻呢 他发现 这个平甩呢 他真的是 很简单 很容易就能够 让他自己保持天天练 因为他要练他自己的那一套 有时候他觉得一下忙的时候 就会忽略 要不然就是从头到尾 必须要从开始起事 一直到收工 没有练到收工的话呢 他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成套 对 所以有时候呢 真的就是 一下忙的话 或者是累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体力 做不完那一套 没有那个体力去练 那一套很大套 做完很舒服 可是大部分没时间做 对对对对对 然后随着年岁增长 年纪越来越大 那个筋骨啊 各方面 有时候他的气功 他不一定能够练出这么大的 越复杂越麻烦 是的 所以平甩他就是非常容易 而且他可以站着练 他也可以坐着练 嗯 好 那你如果说 这个脚先天天 脚不方便的 不方便的 然后或者是长辈 他站不住的 嗯 那坐在椅子上 都可以甩 而且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甚至于 他只要不是先天的腿急 他只要坐着练 练着练着 他可以站起来了 嗯 哦 那个腿 双腿有力了 然后慢慢还会走路 这个例子太多了 就是你要勤练 不见得每个都有同样效果 但是就练就对吧 对 就勤练去练 对对对 所以很多东西 这么说吧 我们对抗病毒 加强自己的免疫力 加强自己的抵抗力 对不对 那各种方式都行 对 那我介绍你就说 哎 气功不错 然后你可以吃个素 哦 然后把心理保持这个端正 然后把那个德性给修炼出来 对 这对身体来说都非常重要 替人着想为人服务 对 哦 对 今天非常是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谢谢我们美美的大师姐 这个饶荫饶饶食也要现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收听 Darrius 继续收听DJlex的主持 Bub国际舰欧美航班 我是郑诗诚 我们郑文好时辰 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